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定线 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说几个事情啊 这个一起串联起来来讲一讲 也快速做些点评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瑞士银行在北京推出人民币现金存取款业务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9月1日宣布 为落实商业银行办理人民币现金存取款业务的相关工作要求 扎实做好人民币现金存取业务管理 保障个人客户现金存取业务办法需求 瑞士银行在北京地区的网点与中国银行达成了合作安排 由中国银行代为办理个人客户人民币现金存取款业务 若客户有人民币现金存取需求 去提前一个工作日联系客户顾问进行人民币现金存取款业务的预约 并以存款日或取款日当日携带身份证件前往总行 那么这个消息 因为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我看他上了这个勒索 也是破了这个百万啊 的这个点击量 那么在这里啊 我要提醒各位啊 首先第一个瑞士银行啊 它的业务啊 我们不要再像过去的一样 还听说什么瑞士银行吗 就怎么怎么样啊 我们呢大脑一乐觉得在瑞士银行里面存款啊 是不是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跟他吹牛逼的时候啊 可以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得赚啊 这个我跟各位讲是大错特错 瑞士银行为什么要来开通业务啊 还不是中国客户跑了吗 为什么跑啊 那个时候不是牛逼哄哄老逼兮兮的 所谓的永久中立国制裁俄罗斯人 没收俄罗斯人的财产 然后又在那边讲 说中国要是敢武统台湾的话 将没收啊 一切存在瑞士银行里面的 中国人的这些钱啊 所以我说过了 之后啊 就大规模的啊 很多在瑞士银行里有存款的这些啊 华人就全世界所有的华人嘛 全部把钞票通通的啊 给提取出来啊 纷纷的啊 这个撤资 包括中国联合沙特阿拉伯 沙特作为这个啊 后另外的一家 因为你有瑞士银行 你才能去做信贷吗 你吸收的存款 你再开个信贷公司 不就可以做这个瑞士信贷 啊 第一大股东沙特阿拉伯都他妈撤了 瑞士信贷崩了啊 瑞士银行去瑞银去收购 这个瑞士信贷啊 对不对 等于说变成了什么啊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那你这个窟窿你要去填吧 啊 中国的大客户 中东的大客户全都跑掉了 也就是说金砖国家的客户 跟西方关系不好的 由于你对于俄罗斯人做了这种生意 你打破了所谓永久 你瑞士之所以能够吸收很多存款 就是因为你说你是永久中立国 即使在二战时候你这个中立国也是有猫腻的啊 跟纳粹德国拼拼合作 赚了个大发战争彩 但是啊 人家还是觉得你没有这种指向性 但现在啊 他就是什么 直接就是战队了 政治上战队 那就那你瑞士 你觉得你这个国家还能够有存在的价值吗 还能够有人去去哄你的啊 踢你脚毛吗 哄你的大卵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那不就在中国开始要要做这种业务了吗 哼 所以我就说过 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啊 在那里装逼啊 你也就凭你一个瑞士 也想管到中国的事 还武统台湾 还还还怎么给你 给你怎么怎么冻结掉 我去你妈个逼的 你他妈算老几啊 俄乌战争在那边打着 在那边耗着 耗他妈一天 你欧洲就他妈损失一天啊 就损失大发了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跟各位讲 不要像以前一样啊 说什么纯中国银行们 会被共中国共产党给共产掉 啊 要存扎打银行 汇丰银行 存什么巴克莱银行 德伊智利银行 啊 还有的傻蛋 去存在美国硅谷银行里面 哎呀 硅谷两个字很牛逼啊 硅谷意味着高端大气上档次 到最后呢 越是听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 越是他妈比 北京有很多啊 包括这个中国国内有很多公司啊 对吧 存在了这个硅谷银行里面的钱 啊 一百万两百万美元的啊 也不多 一百万两百万美元 最终就给你二十五万美元 你说他妈图个啥 所以中国人啊 不要老是信仰这些西方人啊 信仰这些西方人 最终叫你倾家荡产 还有很多马斯克的这个信徒 马斯克的信徒啊 对吧 到最后 不都是赔的盆满钵满吗 不是赚的盆满钵满 是赔的盆满钵满啊 对不对 都他妈的都是都是纸钱啊 对不对 都赔的都要都都去自杀了 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不是都是纸钱吗 是不是啊 烧他妈几十个亿给你 行吗 啊 所以这个我要告诉各位 啊 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要被这些人带来节奏 啊 就什么要信什么史蒂夫乔布斯 也要去学啊 吃东西吃进去抠出来 啊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我们 国家的 人啊 啊 有很多人他这个 他这个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那么说到这个啊 马斯克 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事 杭州交警禁止特斯拉上高架 命令搞笑 你也得服从 呃 在意大利的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 又开始叽叽歪歪了 啊 这个逼惑呢 那反正中国有一点点逼事情 啊 他就要在在这里发酵 呃 9月1日杭州高架禁止特斯拉通行 车途土刀 这有点搞笑了呀 让你回应 是有点搞笑 但是你要服从 中国一名特斯拉驾驶 昨天 开上要上杭州高架道路时 被交警以临时管控为由拦下 要求他立即开下高架道路 驾驶质疑为何其他车辆可以通过 交警则表示 因为你是特斯拉 这段特斯拉驾驶与交警的对话引发疯传 当时驾驶听到自己不能上杭州高架的理由 是因为开特斯拉时 冷不着抱怨 哇靠 有点搞笑吧 交警则回复说 是有点搞笑 但你必须要服从 往下走 驾驶本表示 根本没有这个规定 叫你再次要求他下高架 你服从就行了 网友看了后都觉得傻眼 太无语了 歧视 许卖不许开 看特斯拉享受不能上路的特权 一贯流氓 还想今年买一辆特斯拉 现在想想还是算了 估计会逐渐推广 医院学校商场纷纷禁止特斯拉进入 最搞笑你也得执行 像这种你老师不是你老师 这种在意大利的这种逼惑 他应该关心关心意大利的物价 和意大利的海岸上 为什么不让那些老黑进入 成片的海岸上面 死了成片的老黑 成片的阿拉伯人 死在了海上 每年都有数万人在这丧生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他应该去关心关心这些事情 而不是在这个身居国外 已经加入了自由世界了 还天天来关注中国的事 所以我就说这些反贼啊 你们都已经是 离开了你们认为的恶之花盛开的 肮脏之地中国啊 对不对 加入了自由世界 那你去管好意大利的行为 管好意大利的物价啊 管好意大利罗马米兰啊 这里的老黑抢抢 喜欢抢劫的这些老黑啊 你出门呢要当心一点 别被他们抢了啊 对不对 还有这些这里的物价啊 还有这里的啊 这种失业率犯罪率 这个是你应该去关心的 当然了 你要关心中国 我也会觉得啊 显得你这个人智商有问题 啊 那么杭州不让特斯拉上高价 临时管控很正常 中国的法律是有规定的 尤其是啊 一些重要的啊 够得着 武警警卫级别的政治局委员的 这些级别的领导 去一个地方 是啊 可以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的 临时交通管制 够得着 这个政治局委员 要启用武警警卫机制的 啊 警卫勤务的 这里明确规定了啊 包括还有一些外国的一些啊 贵宾啊 只要我们当武警的这个警卫 勤务开始了 特斯拉啊 是不能够进入这个区域的 这个是一个规定啊 包括你之前 你只要每年这个北戴河 你去你就知道了 在青黄岛北戴河 你是特斯拉 你进不去啊 北戴河镇 啊 进不去北戴河镇 因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他 啊 北京很清楚 他是有这个后门 有暗门的啊 新链可以直接操控特斯拉 而去冲击一些目标 而且特斯拉的 特斯拉只要撞向哪里 前面只要电车 只要着了火 烧起来 消防员的那个水枪都喷喷不灭的 啊 很恐怖的 就像一个吸盘鱼一样的 吸住这个这个鲨鱼 然后站在子栏 活活给你烧个大窟窿出来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啊 所以说 这个特斯拉不让上 啊 这个也是正常的 特斯拉不能去政府的 一些社密单位的员工 你买了这个特斯拉啊 都不让开进这个机关大院的 啊 你要是 啊 一些特殊敏感人员 根本就不让你开这个车子 啊 所以说 马斯克也好 库贝尔也好 啊 他们一起合作 搞这个特斯拉 他们又不是什么好人 你永远无法与马斯克的瞳孔聚焦 这一点啊 相信大家要要要明白 啊 你跟他的瞳孔没办法聚焦 但是他的眼睛一直在瞄着你呢 啊 所以我也我也讲了 开特斯拉 那种现在 现在开特斯拉都是些什么人 开特斯拉的人 是由于经济下行 啊 很多这种中产阶级 啊 这个 啊 反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开特斯拉的车主 大部分都是 原来开 五六一的车主 什么意思啊 原来开宝马五系 奔驰一级跟奥迪A6的车主 他们把这个 车子 因为那些油车是养不起的 大家要要要知道 你你这种油车啊 啊 养护是特别贵的 啊 尤其是这些五六一的这些车子 保养起来 保险费用 维修成本 都非常高啊 所以说开这种车 现在那那基本上都四十多万 把它卖了啊 然后再贴一点 买个特斯拉 特斯拉 model 3也好 model 1也好 啊 它都是归类为豪车的 那么跟周边的人可以讲啊 换个换个电车开开 啊 油车不环保 换个电车开开 啊 这就是最后的体面了 所以说呢 很多会买这个车 包括一些搞IT互联网的 也会买这个车子 啊 我不知道这个车子怎么怎么样 而他是说我要告诉你 这个车子为什么 它会碰到交通临时管制的时候 啊 会遇到这一种状况 啊 因为这个是北京很清楚 这个车有暗门的 啊 它暗门可以操作的 就像中国为什么 啊 不再采购波音的这些飞机一样了 啊 即使你有些飞机要复飞 啊 你也必须要在中国进行这个 啊 飞控系统的这个改造控制 不能够有你的暗门 啊 所以说 这个 有星链 很很恐怖 暂时特斯拉这些车子 啊 都会失控 都会成为啊 这个啊 问题之所在 所以说现在北京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所以也是力推这些比亚迪啊 这些车子啊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 没有什么放在网上好 这些话多说的 交警嘛 他就是有这个权利 他让你不上 就让你不上 他让你停下 你就得停下 对吧 那美国也一样的 那那在美国呢 那交警有的时候临时管制 叫你走就让你走 你叽叽歪歪的直接把你给逮捕了 暴力执法 你能怎么样 在中国算是很客气的 中国的警察 我觉得算是最客气的警察 还会给你敬礼 同志 你好 请出示下你的证件 在美国去你妈个屁的 他在枪停的后面 快 修我 把你的手放到我能看得见的地方 出你的证件 不要乱动 一直说 放在上面 让我看得见 你他妈稍有一个 他的误判的动作 妈一枪蹦死你 别他妈比找中国的什么差 你们够不着你们来找差 知道不 小鼻嘎子 谢谢各位支持